今天這期影片 我會教你如何快速的給你的所有的影片裡面 加入訂閱水印 就像現在你在屏幕的右下方看到這樣 同時我會教你如何利用免費的工具 來訂製這個訂閱水印 並且加入你的品牌元素 哈囉大家好 歡迎畫畫頻道 我是 Grayson 每週我都在這裡分享社交媒體 網絡創業以及個人品牌打造的內容 如果你能感興趣這些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能夠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你有可能會好奇 為什麼有很多人都加入這個水印 這個水印除了能夠展示出你的品牌元素之外 同時也是一個很方便的訂閱按鈕 如果你能夠告訴觀眾 點擊這裡就能夠訂閱你的頻道 那麼這會是一個更方便的方法 讓觀眾訂閱你的頻道 這就為著如果你加入了這個水印 你就有更多的機會去獲得訂閱者 首先如果你還沒有這個水印 我會告訴你在製作這個水印之前 你需要知道的注意事項 如果你已經準備好了水印 你可以通過下方的時間軸 直接跳到最後一步 在最後一步 我會教你如何上傳這個水印 那麼在設計這個水印的時候 你需要注意什麼 首先第一個顯而易見的點就是 這個水印非常的小 所以如果你的主要目的是 想要讓觀眾點擊這個水印 去訂閱你的頻道 那麼你就需要保證這個水印的顏色 是非常乾淨的 是非常明顯的 顏色不能太雜 上面的字不能太多 但是一定要大 這樣觀眾才能夠看清你水印上的文字 例如我的水印就是點擊訂閱四個大字 這就會讓觀眾非常容易明白 如果他們想要訂閱我的頻道 點擊這裡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展示出更多的個人品牌 展示出更多你個人的形象 你可以使用其他的圖片 或者使用你個人的照片 這些都是沒有限制的 主要是看你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水印是正方形的 它的尺寸為150像素x150像素 這裡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個水印會出現在電腦端 以及手機端的橫屏模式 手機端的數屏模式是無法顯示這個水印的 但是在手機端其實是橫屏模式 它只是一個展示的作用 觀眾並不能夠通過這裡點擊訂閱的頻道 所以只有在電腦端這個功能才能夠實現 現在我也教大家如何製作出這個水印 你可以通過任何的設計軟體 都能夠快速的製作出這個水印 我知道很多人都用Canva來做設計 所以這期影片我就以Canva為例子 同樣的方法可以運用到其他的設計軟體中 現在我們就來到Canva 選擇右上角的建立設計 選擇自定尺寸 尺寸為150像素x150像素 點擊建立新設計 現在我們加入一個背景顏色 選擇元素 選擇形狀 選擇一個正方形 然後改變顏色 這裡我們選擇紅色 調整這個形狀的大小 然後把它鎖住 然後我們再加入文字 選擇文字選項 選擇新增標題 輸入你想要的文字 我們選擇一個粗的字體 把它變成白色 調整它的大小 然後我們可以加入YouTube的Logo 選擇元素 找到這個YouTubeLogo 改變這個顏色 調整它的大小 這樣我們就基本上做好了這個隨意 當然如果你想加入更多你的品牌元素 你可以加入你的Logo 也是可以的 現在我們就可以下載這個文件 選擇右上角的下載 這裡是PNG格式 點擊下載 現在我們就上傳這個選印 首先來到YouTube首頁 點擊右上角的頭像 選擇YouTube工作室 選擇自定義 在這裡選擇品牌 在這裡就有視頻選印的選項 這裡可以選擇你的展示時間 例如你只想展示這樣的影片結尾 或者你可以選擇自定義 你可以選擇在什麼時候開始展示這個隨意 或者你可以選擇整部影片都展示這個隨意 例如現在我已經上傳了我之前的隨意 我可以選擇移除 這裡再點擊上傳 在確認沒有問題之後我們選擇完成 現在我就上傳好了剛才我製作的隨意 然後我們點擊右上角的發布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觀眾如果點擊這個隨意 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現在就把品牌選印交入到你的影片裡面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YouTube頻道進行的策略 一定要去看我的這些影片 會讓你有個系統的方法 去獲得更多的訂閱者 以及獲得更多的觀看量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我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